这边的概念是这样 就是我们的信号是 这个信号是要靠右边这边 而不是靠左边这边 所以它的规则先厘清 它一定是12个空白 12个再加一个信号 那再来一样是什么 11个空白加两个信号 所以把这两个数字加起来 它一定是13 那所以如果我今天需要写一个 像这样的一个 三角形的话 其实也非常简单 For I in range 一定是1到14到13停下来 OK 那再来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空白 当它第一次的时候 它应该输出12个空白 所以怎么样刚好控制在13 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用printer printer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空白乘上几次 因为它总数一定要13 所以把13减掉I就可以了 一定要外面加个瓜糊 先减 先减完之后呢 再去重复几 所以当I第一次 第一次应该是13减掉1 那就12个 下一个就是11 刚刚好规则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 它这个printer本身会有个换行 所以如果你这个换行没拿掉的话 那它会变成说空白跟信号分开 所以呢 我一定要先怎么样 把那个换行拿掉 让信号串在后面 所以后面的话就是跟刚刚一样 信号几次 有没有 信号第一次就是一个嘛 然后两个三个一次这一推 所以呢 结果这样执行就大功告成 应该没有很复杂吧 OK 所以这个程式真的蛮简短的 我觉得Python的优点就是说 它写出来 结果程式都可以让程式变得很简短 如果同样的东西 像这个范例以前 在那个像Java里面也写过 哇 写出来非常复杂 可能至少十行都写不完 可是这边的话 三行就搞定了 哇 真的太棒了 OK 另外的话反向的话很简单 你就把这边改成13嘛 然后这边改成0 多点 跟刚刚一样嘛 负1嘛 其他要不要改呢 13减1 对 12个空白 应该都不用改 其实只要改这个range后面的值就好 我看一下 值得应该就会颠倒过来了 OK 有没有 对 13个 所以第一次13 13减3没有 不用空白 然后乘上13颗星 好 一时类推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真 所以主要 这个地方的范例 最重要的工程就是这个 四串可以乘几次 意思就是重复几次的意思 OK 所以乘号在这里不是计算 是重复几次 OK 那这一题做完之后的话 后面 我们就要来看那个 再来就画回圈了 所以后面的话呢 当然 如果还觉得这个太简单 你可以再去把它画出一棵叶弹树 或者是其他的都OK 甚至现在还有一个什么 画一些奇怪的形状也都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要来看画回圈 那画回圈 基本上呢 它跟Fore回圈最大的差别 就是它不是范围 它是一个条件 所以File后面是一个条件 如果当那个条件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它就会进到底下去执行 但是如果为False的话呢 它就会跳离了 不过有一种情况 如果说你要强制它离开的话 你可以加一个Break Break就跳离吧 你就跳离了 所以呢 我们这边其实可以把 刚刚一加到九十九 一加到九十九 其实呢 可以把它改成另外一个版本 比如说我们刚刚加种 用Fore回圈 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Copy一下 把它贴上 当然直接在这边改 前面加一个什么 画的版本 也就是说刚刚写过的东西 全部我们都可以再用画回圈练习一遍 如果一样的逻辑吧 我们就不用再学新逻辑 然后呢 如果用画回圈呢 有没有办法把它改改出来 所以我另存一下 然后可是画回圈怎么改 其实最关键的地方 其实只有三个地方 只要注意这三个地方 保证怎么改都对 其实两边是可以相通的啦 只是说 因为画回圈有三个地方不一样 会显得它其实写起来比较复杂 至于要怎么改 待会我们再来看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刚刚那个空白 加上三角形这部分 先完成 那我们也先 你上次有教用说美的方式 对 就是说可以靠右对前 对 对 谢谢大家